第三十四集 我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 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承受这么多人的期待和尊重 整个人都懵了 只觉得心里特别暖和 肩膀上的担子也特别的重 我人一激动啊 眼睛就湿润了 我强子哽咽着对村民说 大伙先起来 我杨小天在这里发誓 只要我活一天 就一定不允许任何东西伤害咱们二龙村 我一定竭尽所能 来破解二龙村的风水迷居 我话一说完 祠堂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村民们对我又磕头又行礼 恨不能把头给磕破了 我发现张磊磊看我的眼神啊 特别明亮 眼睛里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光彩 整个人都陶醉了的样子 我心里也是一阵高兴啊 刚才的话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是个老实人 不会来一些花哨的东西 我说了一定帮二龙村村民 就要求自己死也要做到 却没想到会达到这样的效果 村民们散去之后啊 我让丁老袍在祠堂里多准备一些爱业 一来可以辟邪 二龙村祖辞是村里仙人设下的 中奎临门风水局 意在消解魂魄 使得被镇住的冤魂能够飞散溶解 这一风水局啊 最大的弊端就是伤魂魄 丁老袍看守祠堂这么多年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风水局的影响 魂魄受损 轻则容易被孤魂野鬼上身 重则会生一场大病 我在祠堂里放上爱业啊 便可保护丁老袍的惊魄 这二来嘛 黑衣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百具尸体而来 他一次没有得手 肯定会想出奸计来第二次第三次 这黑衣人啊 善用盗门障眼法 而爱业啊 便是破这障眼法最好的东西 丁老袍安排了村民去村子里 找了大量的爱业 我则跟丁老袍张磊磊 还有几个年轻的村民 上了后山最高的那座山头 老龙头的遗址上 只剩下一堆泥土渣子 龙头的其他部分 已经全部掉下山崖了 丁老袍说 要不咱们再立一座更大的龙头 用龙头镇住阴龙气脉 风水局力局之难 远非丁老袍想的那么简单 这风水布局啊 讲求的是天人合一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就二龙村目前的状况来看 大阴龙抬头 已经没有阳龙立足之地了 现在就算建一座龙王庙 都没办法镇住大阴龙 更别说区区一具龙头了 我远观大阴龙自西北掩面而来 此刻天气阴沉 远处啊 还有灰白色的云雾 隐隐有暴雨来临的感觉 我拿风水罗盘 测了大阴龙的龙脉脉迹迹 近远处啊 一片乌云斜风雷滚滚而来 四周山谷里都是闷雷的响声 天空瞬间黑了下来 闪电又将黑暗割裂的支离破碎 我们躲在树林里 这窦大的雨点就落下来 砸在身上像冰雹似的生腾了 几个村民 闲熟的砍了一些树枝 就地搭了座简陋的雨棚 我们窝在棚子里 四周电闪雷鸣非常吓人 接着闪电照亮黑暗的瞬间 我见远处啊 山栏蜿蜒盘旋 自西北方向飞泻而下 到了二龙村的后山 山势顿时一措 转而朝二龙村的方向奔腾而去 阴龙龙脉的走势变得弱了许多 这便是寻龙术中强调的伏地龙 上山的时候 我还注意到 这种山头与比林山头之间连着一片山体 这山体中间呢 受山虹冲刷 已经镂空的不像样子了 现在看来 此处正是大阴龙伏地之地 也就是说 这里便是阴龙龙脉 在二龙村地界展开之处 想到这里 我脑子里 蹦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 只有这样才能驱散大阴龙的龙脊 才能还二龙村一方平安 又一道电光闪过 远处的山头被雪白的闪电 找得特别幽生可怕 就连密林里的树木 都显得惨白阴森 直愣愣的 仿佛鬼魂一般 在闪电熄灭的瞬间 我似乎看到啊 对面山头上 立着一位石雕样的老头 他正朝我们这边看过来 我揉揉眼睛以为是幻觉 等闪电再次闪过的时候啊 对面山头上又是空空如也 只有远处 迷雾一样的庞大森林 我心说呀 难道真的是看错了 山头上根本就没人 雨停之后 森林里出现了勃勃的生机 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鸟 在林子里飞来窜去 特别热闹 松鼠野兔 章子 还有许多奇怪的小动物 蹦蹦跳跳的都出来了 他们也不怕人 我们朝松鼠投野果子 他们一一接过来就吃 村民们想拿铁锹 砸几只兔子 回家做野味来吃 丁老袍阻止他们说 现在啊 正是村里非常实气 还是禁止杀生 以免触怒山神 就更不会保佑二龙村 我们回到村里 我让丁老袍派人出山外 买一堆炸药回来 这继承啊 山里出名时 开山的企业非常多 在继承要买些炸药 就跟买塘似的容易 监管部门管得也不严格 以前有老龙头的时候啊 村民们是禁止出村的 现在没了老龙头 也没了那些规矩 我让他们快去快回 毕竟啊 现在正是阴龙抬头之时 慢一分钟都可能出大事 这一天天气很奇怪 雷雨刚过 不到半个小时又开始下起了暴雨 这一次的暴雨比上次更加密集 乌云遮天蔽日的盖管 将踩敞亮的天空 又重重的合上 丁老袍张磊磊还有我 三个人躲在祖辞里 陪着上百具尸体 望着漆黑如夜的天空 一时陷入了迷茫 丁老袍说 小娃娃 我怎么琢磨着 这天气不大对劲啊 二龙村还没这么黑过天呢 我没接丁老袍的话 整个祠堂里 充斥着鱼打青瓦的声音 让我心情异常烦躁 想到大阴龙和蛇城风水局的可怕 我对自己是否有本事拯救二龙村 心存怀疑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因为二龙村数百条人命 不是拿来开玩笑的 我嘴里咸根干草 看着雨水是越下越大 仇人的心事啊 就像门外不断高涨的水 越想越觉得心里没底 大阴龙的风水格局是千百年来形成的 它能变化成这样 乃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而蛇城风水局巧夺天工 社局之人用了足足五十年的时间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我一个矛头小子对风水不过初通 要想对抗这些风水大局 简直是以软及时吗 张磊磊见我愁眉不斩 也知道我的难处 在黑暗中握住了我的手 他柔软修长的手啊 握在我的掌心里 我惆怅迷茫的心 也跟着暖和起来 只觉得 即使前面再凶险再恐怖 有这双手握着我 我就不会害怕了 张磊磊把头轻轻的靠在我肩膀上 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 他轻微犹如小兽一样的憨声 他的头发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这种香飘进我的鼻子中 浸入我的心里 使得我紧张焦虑的心情 一阵怡然 外面的闷雷震得屋顶瓦片 咔嚓嚓的乱响 连臣府的窗铃也跟着颤抖 闪电射进来 将偌大的祖祠照得一片苍白 祠堂里的氛围也变得无比阴森 丁老袍从后面找到了一根 秤杆似的老秤挂在大门上 嘴里念叨着 恶龙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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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道闪电划过黑暗的天空 整个世界瞬间变得无比的明亮 我的视线也因此能看到非常遥远 就在远处山峰与山峰的空隙中 我看到一只灰白色的大鸟扑翼而过 它灰白色的翅膀 几乎遮蔽了后山偌大的天空 我吓得汗毛倒树啊 叫丁老袍和张磊磊看 话才喊出口 巨大沉闷的黑暗 又重新把天空给遮住了 丁老袍跑过来 问我看到什么了 我告诉他 后山飞过一只硕大的怪鸟 那鸟的翅膀几乎盖住了整个天空 丁老袍眼睛瞪得像同龄 一脸惊悚的表情 声嘶力竭地反问我 真的 起初啊 我以为是我看错了 可看到丁老袍的反应 我发现 事情绝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这背后啊 一定还有隐情 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没告诉我 这时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丁老袍扑通一声跪在祠堂大门边上 朝后山最高的那座山头磕头如捣钻 我和张磊磊都吃了一惊啊 以为这老头中邪了 就看到丁老袍趴起来一步跨出门 在倾盆大雨中把头磕得蓬蓬直响 几乎就要磕烂了 我跳进大雨里 拼命把丁老袍拖回来 这老头嘴里物字念叨着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全听不明白 我隐隐觉得 事情相当复杂 逻辑上说呀 这么大的怪鸟根本就不存在 可是我又亲眼见到了 看丁老袍的表现 他肯定知道不少的内情 可是 什么可怕的事情 能让丁老袍这个神志正常的老头 有这么可怕的反应啊 我等丁老袍神志恢复正常了一些 才催问他关于那大鸟的事情 丁老袍握住我的手 用一种惊呼颤抖的语气 对我说 小娃娃 那东西不是你我应该看到的 你就假装没见过 不知道 也不要再问了 我再追问下去 丁老袍一个人滚到角落草席上 背对着我睡觉 根本不想再搭理我 我心里那个郁闷 我推了丁老袍两下 他一动不动 张磊磊过来 把我拉在边上 翘声对我说 他不愿意对你说 肯定有自己的难处 咱们先别逼他 总有一天 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告诉我们的 丁老袍这老头啊 一身的倔脾气 他咬死不说 我也拿他没办法 只是心里越发的狐疑 那硕大如昆蓬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他翅膀张开的样子 简直就像一架 超级空中客机 可据我在闪电消失瞬间 那一撇看到的 此物绝对不可能是科技设备 而是活生生的大鸟羽翼 这就更怪异了 我想的头都疼了 我心说 好老头啊 算你狠 你他妈求老子的时候 让你干啥 你二话不说 现在轮到我求你了 你就给我装算 下回轮到 我知道点什么东西 也各种白谱 气死你 我被那只大鸟 搅得心烦意乱 突然 听到祠堂外传来争吵声 我心里一动了 按理说 外面倾盆大雨 天又黑的不正常 更何况 二龙村村民无不知道 阵风水的老龙头已经垮了 此时是阴龙抬头 四处乱走动 就会有怪事发生 他们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来吵架呢 张磊磊帮我找到一把破旧的雨伞 我们撑伞出去 走到祠堂斜对面的一处上坡位置 就看到坡下 有一栋土庄瓦房 一对男女在大雨中吵得是不可开交 女的甚至抱息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这小年轻啊 我认识 就是上午陪我去看老龙头遗迹的小伙子 这人说话风趣幽默 经常跟我和张磊磊开一些婚段子 所以啊 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小伙子一直在那咒骂 我们走近一些 小伙子的骂人声和雨点惊雷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我大约听出来了 这小伙子呀 在骂他媳妇偷人 现在肚子里还有了别人的野种 那女人在大雨中一个劲的好哭啊 直哭的人肝肠寸断 张磊磊对我说 这女人太可怜了 怀孕了不能淋雨的 咱们帮帮她吧 我点点头 觉得女人偷人固然非常不对 很伤男人的尊严 可是她现在毕竟是孕妇啊 被雷雨泡了要出人命的 人命大过天哪 我跟张磊磊想去扶女人起来 这时 惊悚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女人以极快的速度跳起来 冲到小伙子面前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 她已经一刀捅进男人的心脏 我甚至不知道她手中的刀是从哪来的 女人物质地嚷嚷着 我让你冤枉我 我让你冤枉我 小伙子沉默结舌地望着她老婆 气息渐渐微弱 就在这时 她突然回光反照式地扒掉自己胸口的刀子 反手就抹在了她老婆脖子上 那女人顿时倒在了血泊中 张磊磊吓得失声尖叫 我也被这可怕悲情的场面震撼住了 我实在想不到 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夫妻争吵 会酿成这么可怕的结局 张磊磊冲进狱里 去救那孕妇 我急忙跟过去为她撑伞 张磊磊摸了摸女人的鼻息 发现她已经停止了呼吸 就在这时 张磊磊突然一声尖叫 我急忙抱住她 张磊磊指着孕妇群下说道 你看 她下面有东西在动